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彼此就有讲不出的欣赏 成为了好朋友 那时他们还在读高中 接着就读大学 读研究所 踏入社会工作 很快 百年已经过去了 友情并没有一丁点的淡化 然而 也都仅此而异 之后 各自去谈恋爱 女孩有了男朋友 男孩也都有了女朋友 四个人好要好 整天一起玩 少青好似连体英 分都分不开了 有一天 这个男孩和这个女孩 谈论起一个话题 如果有来世的话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来世做男孩还是女孩 照例是没得说的 女孩都是要做女孩 男孩呢 都是要做男孩 男孩说 来世我不可以不做男孩的 因为我要娶你 女孩好像被钉住那样 呆了在这里 心里面晃晃晃晃 她从来都不知道 男孩是爱她的 现实是此案 理想是彼岸 中间隔着喘吉的河流 恒东即是架在大河上的桥栏 女孩的订阅 女孩的说奢族 女孩的主任